哈喽大家好我是电子小路 无论是我们的电子技术还是其他任何一门技术 我们都需要把基本功打扎实 我们的电子技术呢 其中一项基本功就是对板画图 或者说对照掉路图 把这个元器件连接起来并做成掉路板 这些都是我们的基本功之一 那么今天就来跟大家说一下对板画图的一些技巧 以及画出图子之后分析这个工作原理 比如说我手的上这块板子 它是没有掉路图的 那么我们就只有自己画出来进行分析 没有掉路图呢 但是这个芯片我们是可以通过它的型号查到这个引脚定义的 所以说我们把电路图画好引脚定义之道呢 那么基本上整个板子这个原理工作原理就搞明白了 那么看一下手的上这块板子有两个插座 那么一个是输入一个就是输出了 中间的主控呢就是这块板子的核心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插座这边有VCC电源和控制信号 这个on off 那么这边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输入 然后这边有一滴正负呢 就是输出电压驱动我们的灯条的啊 所以说这个大体上我们明白之后呢 画图也就简单明了了 首先我们从这个插座画的走啊 先把这个插座画出来CN1 好的 CN1画出来之后 我们看一下它有多少个角 可以看到它有六个角 我们把角画出来 好的 这画出来了 接着我们为了整个图的一个排版美观 我们先把这个芯片也画出来 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八角的芯片 这边是第一角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把这个八角芯片就画完了 然后我们可以百度查询这一个型号对应它角位的定义 然后这个插座的定义的话呢 这儿有 我们把它标上 好的 这就标上了啊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一二角 对应的就是VCC啊 它们两个角是连在一块铜箔的 然后经过这个F1保险电阻过来 然后并分两路 这两个电阻下来 一个接这个三级管Q1的集电机 一个接这个JD1纹延二级管的副级 这边还有一路向我们的下圈这边去了 好 我们接着就把它画下来 好的 这句话好了啊 通过保险过来 保险电阻过来 这个R122啊 这两个电阻 一个是到了这个三级管的集电机 BCE啊 它的设计是通过这个电容滤波之后 接到我们的ICUE的第一角 通过这个电容 这个C3 表示就是这一个啊 然后这一个电阻过来的话呢 是接到它的这个积极 也接到这个稳压二级管 然后到这里接地啊 这块铜箔就是地了啊 接到这个二级管 接地一路接到它的积极 就是这个位置 好的 接下来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 就可以把整个电路板 画成电路图了 好的 这样我们就把图画完了 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我们直播接下来为大家分析它的公众原理 喜欢电子技术聊天 双击加关注 每天会为大家分享一些简单的维修知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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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